全军发愤 全军发愤了两个集团军会攻昆仑关 各路大军在炮火支援下进行反攻 经过击斩把日军全部赶上了昆仑关 可是从12月20日至22日 布玉明第五军击战了三天 仍未将昆仑关拿下 还让一千多名日军援军冲进了昆仑关 使得敌人还得到了增援 对此蒋介石大为不满 延殿前线指挥官 现三天内攻占昆仑关 否则军把从事 负责指挥公册昆仑关的白重启 接到电令后 立即来到滨阳第五军军部 召开团长以上的军官会议并驯化 传达了蒋介石的电令 经过调整后 各部队于12月24日 又开始向昆仑关发起攻击 扶响第五军荣与第一师已驻立向昆仑关 前面的德尔复师 的重要据点罗塘发起进攻 官兵是气旺盛 于下午四时许 完全占领罗塘及其附近高地 立敌人官兵二百余人 正当荣与第一师进攻罗塘之际 日军第21旅团长 中村正雄少将新帅第四十二连队新余人 在十辆战车点护下 向荣誉第一师反攻 结果被荣誉第一师两个团包围狙击 中村旅团长当场被击伤 日军救护人员将七台至陆唐一家毛屋内进行抢救时 又被国军一发炮弹击中 当场毙命 另外日军被毙伤二百余人 残疾夺路逃回昆仑关 这一天 日军从南宁派来的援兵 几次拼命将聚首五堂 六堂的新边 第二十二师 第六十五团第一营阵地进攻 企图打通交通线 几次冲到阵地前 还是被击退 随后双方又击战了四天 由于战事异常激烈 双方对据点的争夺 形成拉锯 国军伤亡惨重 日军也伤亡惨重 打得最后没有了指挥管 不得不好几次用飞机空头指挥官来指挥作战 到了最后 日军的弹药也所剩无几 全靠空头补给 由于国军不掌握制空权 对此 第五军军长杜玉明也无可奈何 十二月二十九日 杜玉明建于昆龙关外为据点 基本已被我占领 敌人挤成强弩之木 于是调整部署 以新边第二十二师为中央队 接替荣誉第一师担任主攻 将伤亡较大的荣誉第一师改为右翼队 将担任预备队的第二百师调位左翼队 军直辅的三个补充团改为预备队 于新边第二十二师后跟进 随时支援 次之扶晓 各部队按指定任务开始进攻 国军新运来的两个十五公分口径榴弹营 正以逐次集中射击的方式 猛向昆仑关极客制高点发射 这种炮过去很少用过 这一次只见遭到炮弹轰击的地方 炮声隆隆 硝烟冲天 敌人的阵地攻势 通讯设备 进阶摧毁 激战至十一师左右 新边第二十二师 攻占了昆仑关临近的铜星 石寨和罗维及其东南各个高地 荣誉第一师夺取了 昆仑关西南重要据点 第二百师攻占了昆仑关南侧的枯桃岭 同屏两据点 逼近八堂 九堂 至此昆仑关外围据点 均被国军各部队占领 但日军仍作困兽之斗 垂死挣扎 多次举行反扑 均被击退 于是 新边第二十二师 第六师五团 首先冲进昆仑关 与敌人展开白任战 勇猛地将残敌肃清 第二百师也攻占了八堂 残敌向南宁和雍江沿岸狼被逃窜 至此第五军完全收复了昆仑关 这一次战斗又打了五天超过了三天限期 共坚敌五千人 但是中国军队也伤亡一万五 牺牲一个团长 但是收复昆仑关意义重大 消息传出 全国振奋 重庆有人连夜举着火把庆祝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提供